6月看到卓西湘白端部落布农族人 期盼多年的部落聚会所工程终于完工 26日是举行启用典礼 县议员高晓晨 乡长吕碧贤 乡大会主席金淑敏以及部落的族人 都共同来参与剪彩启用 大人小孩都穿着族服 唱着布农族的歌谣 开心地迎接期盼已久的 白端部落聚会所的启用 卓西湘公所办理白端部落聚会所启用 祈福仪式 张嘴也开心这天的到来 那么多的观众来到我们这里 一起祈福我们白端的聚会手 而且等一下后够行动作 还有需要你们在停留在这里 跟我们共度午餐 凤贵餐 品尝我们设计的凤贵餐 2017年动工的白端聚会所 历经多次厂商设计方面的争议 迟迟没有完工 终于在今年2021年11月26号完工启用 李毕贤表示明年乡公所大楼 也要完工了双溪凌门 渡过这个难关 那我们明年那个盖好了情侦大楼里面要搬家 要买冷气 要买什么办公桌 还要买雨池 还要装电话 里面很多还要装窗帘 很多很多地方要换 近年来国人旅游形态改变 加上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 深度旅游成为新趋势或部落山林步道 让游客走进部落来体验 记者高窗主席乡采访报道